第3月9题 荣采用加一两个碳棒做电解水的实验 如右图 接上石油电源开始电解 试问关于电解实验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图呢 甲是接正极 所以甲为正极 乙是接负极呢 所以以为负极 电解水的时候呢 正极呢产生的是氧 负极呢产生的是氢 选项A说 甲极产生氢气呢是错的 甲极产生氧气 B说呢乙即产生二氧化硫也是错的 那乙是产生氢气 那么通电时水溶液的硫酸根移到乙磅 那么硫酸根是带负电的 那么在电解的时候呢 因离子呢也就是负离子呢 会移向正极 也就是移向所谓的甲磅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诸说 甲一两磅附近均产生气泡 这是对的 然后我们甲磅产生氧气 乙磅呢产生氢气 第39题问我们说 试问关于电解实验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甲一两磅附近均产生气泡 你答案选了吗 你答案选了吗 但是我们说 我答案选了吗